歡迎收看 歡樂自作星 倒置乎獎金 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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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這邊很久沒見了 嗨 姐好 舒淇哥哥好 嗨 嗨 嗨 今天要來宣傳的是 劍勤 帥哥 我發 這是今年要發的一個專輯 然後這是引導的一個單曲 叫做《那個誰》 那《那個誰》其實就是在寫自己 是喔 對 你是被拋棄的 被拋棄 就曾經是那個 工具人然後被拍的角色 我早說我最會散用工具 好可怕 你要問在那邊用嗎 我跟你講 我們都用工具書 對 滿可憐的 那也多學一點經驗 對 因為大家聽完你歌會疼惜你 對 還有說被拋棄 那個誰 我就是那個誰 對 我就是那個誰 這邊有可憐的故事 這邊有感動的故事 來 是 很有質感的 也出書 對啊 我今天來跟瓜哥 還有各位觀眾分享我的新書 《跟著音樂去旅行》 來 這是在我專輯出了之後 因為我的專輯都是在我旅行的時候 寫的 所以後來觀眾就覺得說 好像聽著這個專輯 就是到了世界各地去旅行 也的確因為 我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然後就是 這還滿小提琴的 對 小提琴的 這本書裡面很多不同 就是不同紀遇 不同的故事 都是因為在一個人旅行的時候 然後碰到不同的事情 那誰幫你拍呢 你總的攝影師 裡面如果有我的照片 是別人拍 然後如果是 風景的照片都是我拍的 他不是講得多廢話嗎 不管 上來都不太敢一個人旅遊 其實我也不敢 我覺得一個人旅遊好可怕 那你們兩個就剛結伴 你們都不敢 就你跟駭講 駭講 沒有啦 我說我們都成群結隊 會比較好玩嘛 對...多人去比較好玩 我覺得美女們一個人旅遊很危險 其實一個人旅遊很麻煩 有時候你當地的食物比較貴 有時候你會住民宿會自己煮 那廚藝也很重要 今天來做了料理給大家了 來 我們先從哪裡開始呢 我想從三明治啊 三明治是誰做的 三明治好厲害喔 我就知道我特別會跳的 子儀哪能介紹 這個是叫做 焦糖 培根 洋蔥 花生醬三明治 焦糖 這麼大一塊嗎 是 這樣一個人吃得完啊 鮮料很紮實喔 對啊 你好吃喔 好甜點 好熟悉 大家好 謝謝瓜哥也不洗過的 對... 你好強 我們兩個先試試看 這個一般外面買不到耶 這麼多料 美女的 洋蔥很多耶 要把它放在一起 對...要收在一起吃 口感很豐富耶 而且長肉裡面現在還有花生醬 對 那為什麼想加花生醬 我常常做菜有些時候 那個料理的那個內容 都是集心 就跟音樂一樣 剛好花生醬剩半罐啦 不用白不用 很極性啦 還有一個音樂員也是會加這個 花生醬 誰 貓網啊 那我覺得 對 我就是學貓網的 對啊 以前她的 每個賞名字也是 好吃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這個女生吃這個好了 這誰的 我的 我的 玉璃 這是 它是風飽魷魚 風飽魷魚 然後我們家就是有時候 晚上兩個人會喝一點小酒 然後就配這個風飽系列 彼此就夫妻都在講話了 幹嘛跟我帶誰要麻醉 叫酸杯那種 好吃 好吃 九層塔 對 而且不太鹹 而且吃下去有很多 九層塔的那個香氣 對 很棒 讚 九層塔是最好的配菜 對 而且九層塔一放下去就排位了 對 你們覺得嗎 就是想台灣 就熱炒了 對 熱炒 對 那這個呢 這是我的 對 我帶來白飯 麻婆豆腐 對 然後這個麻婆豆腐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我有在健身 然後一般都是用牛肉和豬肉 對 我是用雞肉 對 雞胸肉 熱量比較低嗎 對 但是雖然熱量低 但是因為我在 我在醬料上面又加了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加一點那個酒釀 酒釀 對 加一點酒釀 所以它的食味道就是 又不一樣 這樣熱量比較低啊 不然其實麻婆豆腐要用那個油 熱量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吃量比較少 酒釀 因為很少麻婆豆腐會有酒味 對 很特別的 還加一點點糖 甜甜 提個味 健身呢 花很多時間跟精神 但是呢 吃如果沒搭配好 那些健身 對 那個效果就會下降很多 對 還有一種可以中西合併 對 叫 絲瓜烤雞 絲瓜烤雞 就是把絲瓜鋪在下面 然後雞腿放在上面 烤的時候那個雞油 會滋到下面 會淋到下面 絲瓜也會有湯汁啊 對 然後這樣子下面是濕的 所以那個多汁的部分 就沒有流失 但是上面會是脆的 因為烤箱會把上面的皮很脆 可是這樣絲瓜會不會很油啊 那個剛剛 那個也還好 因為他們練健身的 就以雞肉為主食了 對 然後就比較不會發胖 對 白肉 講到吃我們今天也要教大家做菜 繼續 我們大廚小朋友沒有 小朋友沒有 他又沒有做老心 對 請接著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 美式鬆餅 對啊 想吃了 美式的喔 對啊 掌聲 或者是家裡小朋友早上騎床 會不會很想吃美式鬆餅 但是很多媽媽怕去外面買 都不知道裡面有什麼配方 沒錯 吃起來都會怕怕 所以沒關係 免怕 所以要幫你帶回家 也可以啦 那今天馬克老師就要來教大家做 好吃的美式鬆餅 好吃的鬆餅呢 就一定要蓬鬆 那關鍵就是在麵糊的製作方式 就是要加個東西進去 所以我就要出題囉 請問 好吃的美式鬆餅 麵糊要加什麼進去呢 A 蛋白霜 檸檬汁 稀疏打粉 有就好 來 翻看... 你到底是... 我告訴你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吧 是嗎 不是吧 你這什麼答案 A吧 那B啦 B 妳就要擦乾淨嘛 來 對啊 兩個答案是衝突 所以沒有那個快慢的問題啦 妳選A又變B 什麼原因 媽媽知道 檸檬汁 因為呢 聽媽媽的話 聽妳的話 對 聽媽媽 我有在上網的時候 看到這個撇步 對 加檸檬汁就對了 對 好 他有看到過 你寫得也很快 蘇打粉 他寫超快的 這個是因為 我記得有蘇打粉 我做過嗎 我做過 你做過了 真的嗎 我記得有蘇打粉 你做的那個 我不是比較擔心 檸檬汁會讓它蓬鬆 還是蘇打粉讓它蓬鬆 不知道 對 所以接近答案呢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檸檬汁 你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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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解答影片 來 Good morning 小孩早餐指定要吃鬆餅 又不想出給早餐店阿姨嗎 今天教你快速完成的 美式鬆餅 請 食材有 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泡打粉 藍莓 黃檸檬 雞蛋 調味料有 蜂蜜 砂糖 鹽 奶油 牛奶 首先將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泡打粉 過篩備用 接著取用一個丸 加入牛奶 融化的奶油 雞蛋 鹽 砂糖 攪拌均勻 再加入剛剛過篩好的麵粉 不需要過度攪拌 有些小顆粒也沒有關係 我們把攪拌好的粉漿 覆蓋上保鮮膜 靜置15至20分鐘 就可以開始煎 鬆餅小心變緊餅 煎之前一定要加它 在靜置好的粉漿中 拌入檸檬汁 就會發現麵糊會膨脹 並略冒出氣泡 就會釋放出空氣 讓麵糊蓬鬆 使鬆餅變得像棉花糖般柔軟喔 接著在平底鍋內 用紙巾 塗抹一層薄薄的油 加入一匙的粉漿 等待麵糊停止冒出氣泡時 就可以翻面 最後搭配藍莓 淋上蜂蜜 香氣逼人 美味可口的美式鬆餅就完成了 搭這個人 你還吃喔 你網狀的網球狀嗎 對 對 你明明很想吃對不對 我幫你撿起來有得吃嗎 你撿起來給我 來 來 來 請用 漂亮喔 謝謝老師 我可以夾草是不是 可以啊... 所以一定要配水果 好酷喔 好蓬鬆喔 非常蓬鬆 謝謝老師 來 我請一下 有嗎 有蓬鬆嗎 我不信 一定有蓬鬆 看起來不是很蓬鬆 沒關係 我們會吃給你看喔 謝謝 跟外面的很不一樣耶 外鬆內紮實 對 它就是內的很紮實 美式鬆餅其實不能煎厚 那你放檸檬汁其實會讓它 酸鹼中耳它會發酵 一點它就會膨鬆 那蘇打粉有時候會太快發酵 好 會不會是 東安跟西安都不同 你... 我東安的 我東安的 我也不東安的 好 最後最後第二道菜 最後第二道菜 馬國老師 第二道菜 日式烏賊燒 這個是日本關西板神地區的 傳統小吃 你馬上去吃一口 咬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吃到那個 然後裡面米飯是很入味 所以在日本啊 它很受大人小孩歡迎 那烏賊燒的關鍵其實就是 吃起來要是脆的 那裡面的米飯呢 要不軟爛而且還入味 是 那關鍵其實就是在 烏賊的處理 好... 我以為你要不要講話 對 烏賊的處理飯 所以我要來出題囉 請問 烏賊燒 脆口不軟爛 應該要怎麼處理烏賊呢 烏賊先用熱水一起打 知道口血喔 請烏賊先燒 米飯先燒 翻啊 烏賊用啤酒先燒 一號就翻 好 你看 你比人慢就只能五萬塊了 哪這麼快就十五萬 大家一致地選了 烏賊先用熱水抱手 為什麼 來 除了去腥味之外呢 也要讓他會發一點啊 對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正確的是 熱水先穿燙泡鍋 再用冷水冰鎮 冰鎮 它就會脆 對...他把過程都講完 你們為什麼那麼晚才寫的 對啊 享樂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烏賊 因為外國人寫的 你們知道就好嗎 烏賊是什麼 烏賊那樣就是 對啦 正常常讓他先套 烏賊準備很多人想 一比一比他以為套Q 還是章魚一比 對 他還在想 烏賊套Q 套Q 中捲 小捲都是 很像親戚 好 都選A啦 我們看看哪一個是正確解答器 正確解答是 烏賊 對 所以他這邊十五萬 五萬 他們只有五萬塊 好可憐 還在我的周門不好 高低低啊 你們兩個做決定就好了 不一定讓他決定啊 他五萬塊 你看看 來 我們看看解答裡面 太陷了 這是鯛魚燒不是烏賊燒啊 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是烏賊燒 沒關係 問媽祖就知道 食材有 新鮮蔥捲 白米 奶油 番茄醬 巴西梨粉 調味料有 水 日式醬油 韋靈 清酒 糖 先把米洗淨後 煮一鍋白飯 接著做餡料 將煮好的白飯 加入奶油 哈西梨粉 番茄醬 攪拌均勻 餡料就完成囉 再來要處理中捲 將中捲的內臟都取出 清洗乾淨 蛤 媽祖說夢告訴我 烏賊要泡澡才會QQ喔 想要煮出脆口不軟爛的中捲 就是要先煮一鍋熱水 關火 放入中捲浸泡3-5分鐘 這樣 中捲吃起來才不會軟爛喔 中捲燙好後 再將剛做好的餡料塞進去 以牙籤封口 最後來煮醬汁囉 鍋中倒入日式醬油 味淋 清酒 糖 水 攪拌均勻 煮滾後 再加入篩好飯的中捲 煮到收汁剩三分之一就可以囉 又香又脆的日式烏賊燒就完成囉 這個水煮大概幾分鐘 差不多3-5分鐘 因為飯是熟的 它那個已經燙過了 煮到收汁來我們請 最重要在泡的過程當中 它不是因為滾水喔 它是關火之類的 關火 來... 終於可以吃了 這個叫什麼日式賊燒 它是大阪啊 神戶它那個小吃啊 傳統小吃很好吃 還想吃 很棒喔 主要那個水不滾是泡著 它才會緊實 才會脆 好滑喔 好好喝喔 差點滑走 好好吃喔 好好吃 很棒喔 真的好吃 來 接下來進行第三道菜 第三道菜 紙包如魚 紙包如魚 好想吃喔 好香喔 好香喔 鮮味多汁喔 還有湯汁在裡面喔 重點是還有湯汁喔 我的天啊 好香喔 其實有點泰式耶 感覺很弱 其實它不是泰式 其實它是一道 它是一道 魚村菜 而且它熱量很低喔 所以你如果愛美的女生啊 愛健身的女生 可以多吃一點 是 而且它吃優質的蛋白質 而且重點是吃起來很清爽好吃 很清爽好吃 但是 很多人在家裡做這道菜 通常 魚烤熟了 但是 對 烤太久 對 沒錯 烤太久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紙包如魚 鮮嫩多汁的小撇步 所以我就要出題囉 好 請問烤魚的時候要多做什麼動作呢 紙開小鳳去烤 可以寫喔 看著可以寫 紙先塗橄欖油烤 C 魚放在蔬菜上再包紙去烤 C 這邊就寫好了 答案 答案都不一樣 也沒有那個同時的問題 你先寫C 它後寫B 來 為什麼選B 如果放魚的話 應該會比較潤滑 而且不會沾到那個紙的部分 而且讓魚可以完整 那為什麼不再只要開小鳳 開小鳳的水 其實是跑掉會更乾的感覺 會更乾 好 這邊選擇的是 魚放在蔬菜上 這題太簡單了 答案不就在那了嗎 魚放在蔬菜上 答案不就在那了嗎 答案不就在那了嗎 真的假的 它是說底下 哪裡有蔬菜 它是說魚的底下有蔬菜 有啦 有洋蔥 而且因為包起來 它那個蔬菜會散發那個 水分 因為蔬菜有水分 有點像蒸氣室一樣 它好吃是檸檬的 檸檬的 香氣好過去流下去的油 我覺得應該是魚的油 魚油滴在蔬菜上 加上洋蔥的軟嫩 確定是蔬菜 有 因為我們在烤季的時候 上面都會先塗一點檸檬的苦嘛 對 甘甜的苦 甘甜的 那有人選C 有人選B C 沒有人選A 請公布正確解答是C 等一下 有20萬了 好 文維莎 來 請到請 等一下 我們看看解答了 來 我們看看解答裡面 什麼 下個月又要去海邊玩了 又要來跟皮脂肪戰鬥了 那就來做一道好吃又不會變胖的 香烤紙鮑魚 食材有 鮮魚 蒜頭 洋蔥 黃檸檬 烘焙質 調味料有 乾燥迷迭香 匈牙利紅椒粉 鹽 黑胡椒 義大利香料 冷壓橄欖油 我們先取用一張烘焙子 折成船型 魚肉要鮮嫩多汁 就是要幫它鋪床喔 先放上洋蔥絲 蒜頭 乾燥迷迭香 之後再把魚放在蔬菜料上方 接著在魚表面撒上匈牙利紅椒粉 鹽 黑胡椒 義大利香料 淋上冷壓粗炸橄欖油 魚肉要juicy 就是要將魚放在香料跟蔬菜之間 這樣魚肉才會嫩又多汁喔 再將黃檸檬片平鋪在魚上 再將烘焙子兩端捲起包好 最後將魚放進預熱200度的烤箱中 紅烤15到20分鐘 辛嫩多汁的香烤紙鮑魚就完成囉 所以你進去烤魚 它已經是150度以上了 一定要預熱 才會... 好鮮喔 今天是滷肉 剛剛做的是... 謝謝... 白肉魚都可以 我覺得這湯汁要有一點 沾腸的那個湯汁感覺超好吃 我想說這一道喔 你們不能吃喔 好可惜喔 難得耶 難得耶 好好吃喔 好海邊的味道喔 海味 魚村菜 真的烤得剛剛好耶 對 可以再來一塊 我先嫩多吃 我先嫩多吃 它那個菜的味道 它那個菜的味道 可以吃它下面的菜 洋蔥 回去看波粥看看你們的嘴臉 回去波粥 你給我想像一下你在海邊吃東西 地中海 對 海洋 完全沒有心味 那邊躺了三個天蹄 我怎麼會想到那個 有 那三個天蹄 二大片天蹄 謝謝 曼谷老師謝謝 謝謝 果然沒有行為 這邊是35萬 那邊是25萬 進行A子 35萬獎金條來 來 直接來... 都不在獎金榜上 對 上次還講差一題 差一題 那邊八題 加油 30萬到25萬 25萬可以插畫了 第一題請出三個答案選擇 一 熬夜疲勞時 二 壓力大時 三 精神無法專注時 請出題 你吃東西都喜歡加辣嗎 請問在哪種狀況之下 吃辣會對身體有幫助呢 計時開始 應該是精... 吃辣對身體有幫助喔 吃辣有幫助 吃辣會流汗 會流汗 所以會讓你... 應該會讓什麼 腎上興趣激發的感覺吧 對 所以是不是 就是精神無法專注的時候嗎 那是勞累嗎 還是解壓呢 應該不是壓力大 應該不是壓力大 還是熬夜疲勞 我覺得累的時候吃辣會... 應該是熬夜吧 熬夜的時候有沒有 吃一點可能會比較有精神 對 醒來這樣子 感覺跟疲勞比較大 好 那就熬夜囉 還是壓力大的時候 還是... 還是說有可能就是因為 就是... 太辣了就放鬆的感覺 對 我覺得跟勞累比較有關耶 真的嗎 我覺得壓力大 我覺得是壓力大耶 可是你要... 我覺得是壓力大 因為他做麻婆豆腐 對辣可能比較... 對 我覺得你要相信我 知道 我覺得是壓力大 真的 壓力大... 不是熬夜嘛 我相信是壓力大 你要送哪裡 到底要選哪一個 熬夜... 好 這是A組所選的 B組 插花組請講 我們選... 壓兩萬 壓兩萬 壓力大 壓力大 壓力大才會想吃辣的 對不對 原來會有這種發洩 對 就流汗 爽啊 兩萬塊壓在那個壓力大使 來 請 菁姐 壓力大使 三 二 一 這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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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壓力大 我告訴你 你熬夜吃辣 你痔瘡不來才有鬼 一般有痔瘡 都是因為熬夜沒睡覺 又吃辣又抽菸喝酒 你才會產生痔瘡 對身體怎麼會有幫助呢 會更疲憊 你是有壓力才會尋找 那個味覺的享受 就是辣 因為辣椒中的辣椒素 會吃雞腦內肥的分泌 他的止痛效果更是比 麻菲止痛效果高六倍 營養師也提醒民眾 吃辣不是解決壓力 長久的方式 最好的辦法就是運動 透過有氧運動 可以刺激多巴胺跟腦內肥 讓自己成為一個 更有效解決壓力的人 所以壓力吃只是想 短暫的啦 對 但是解決不了事情 還是要靠運動 長期還是 蔡亦凡來 第二棒 來 考你了 第二棒 第一題 請出三個檔案選項 一 房間內都會放熏香 二 女子體味叫香 三 房間內都會種花 請出題 請問 在古時候介紹女子的房間 都會稱作是香歸的原因 跟什麼有關呢 是房間內放熏香 還是女子體味叫香 還是房間都會種花 即使開始 香歸啊 我覺得一跟二吧 不是體味就是 對 我覺得是應該熏香 因為體味 這應該每個人的狀況 比較不一樣是不是 對 感覺好像沒 而且以前好像駭人 那個後宮徵環狀 他們都會放一些熏香 就駭人 各種的香就對了 各種熏香的 讓你流產啊 讓你什麼 對 都滿有 那就是熏香囉 真的感覺 感覺好像應該是熏香 都是中愛話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熏香啦 好啦 這應該沒錯啦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房內裡面放熏香 這二組所選 B組插花組請講 我們插兩萬是 女子體味叫香 這叫香歸 有香成這樣 沒講香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兩萬 然後我們堅持... 香飛 真的假的 就罵個臭男生流汗流得多 可是也有女子體味不像啊 那男生就臭男生女生就像 男女平等 男女應該平等的 對... OK 這邊兩萬對不對 兩萬 兩萬的女子體味叫香 來 請檢 房間內都會放熏香 檢 三 二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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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女子白白狗 但他們規房都有共同特點 就是會擺放香氣焚香 讓屋內香氣呢 瀰漫 而香氣有很多種 像是有熏爐啊 熏龍啊 熏香球啊 平時也能直接掛在床杖中 讓女子在睡眠時也能熏染香氣 無時無刻都能香噴噴的 因此規房就有了香歸的別稱了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香水太濃 二 一直找團購 三 講電話太大聲 請出題 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 請問上班族最討厭同事間的 哪一種干擾呢 香水太濃嗎 還是一直找團購 或者電話聲音太大了 來 計時開始 我本身是怕香水太濃 因為每個人是香水太濃 因為每個人是香水太濃 香水太濃 掃團購應該滿受歡迎的吧 大家一起省錢啊 大家都會啊 講電話太大聲啊 他離開就好了嗎 對 暫時離開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也是急事 大家會互相包容吧 我覺得可能香水太濃 對 而且當很多香水不同的 在一起掃團購 每個人接受的程度不一樣 對 但是講如果是 可是我覺得講電話太大聲 真的會干擾耶 因為你是很專心 要打電腦或看報表什麼 那你旁邊一直講電話很大聲 那你為什麼上班 好像也會很煩喔 講電話啦 真的假的 香水 這是女同事的電話 講電話了 那應該沒有吧 是 不要講電話 只要選的是 講電話太大聲 好 來 請放這個講話 黑組選講電話太大聲 B組插發組請講 B組 我們也是覺得是 講電話太大聲 1到5萬 2萬 2萬 又是2萬 講電話太大聲 在哪裡都不歡迎嘛 高鐵上有沒有 等一下 對 真的 要不要再怎麼辦 那在飛機上是不能講的 尤其是那個要到站的電話 每個人都在講 來 搞掘喔 來喔 我也到了 不會 有... 我那個時候最痛苦 不是 那個情有可能 那快到站了 對... 是怕那個開到一半 收訊又不好 喂... 2萬 好 群姐 講電話太大聲 3 2 1 2 1 2 2 謝謝 辦公室被製造商調查發現 高達76%的受訪者 表示同事在主要辦公室的 空間裡面大聲講電話 很討人厭 因為同事在說話的時候 大家會擔心說話內容 是否跟自己的工作有關 所以分心的程度會最嚴重 其次排名為同事在附近講話 講電話 鈴聲總是提聲 或者提示聲 叮咚叮咚那種聲音 辦公室的慶祝活動 也是滿讓人家討厭對不對 對 第三題了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1 身體健康 2 交男女朋友 3 工作順利 請出題 每當生日吹蠟燭時 大家都會許下三個願望 根據網路調查 網友們最常許下的生日願望 是什麼呢 健康 健康 沒有覺得嗎 什麼都不是 三個裡面一定有一個 會是身體健康 對 又不知道講什麼 都要大家身體健康 對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健康不分年齡層 因為第一個要做場面 這麼多人來幫你過生日 當然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你講出你心聲 對 你總不能說祝大家都交到男女朋友 有離婚的地方 祝大家工作 所以這好像是創事 比較會少出現 對啊 你要是一個場面的 身體健康最重要 對不對 應該是 年輕人也會助身體健康 年輕人 對 我覺得會 會 因為我們都年輕人 對啊 我們都年輕人 OK啦 插花不檢喔 你要選 身體健康 好 他們要插花 好 放身體健康了 第一組插花 我們也插身體健康 5萬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賺大錢嘛 沒有看到賺大錢 那就身體健康 就通過順利嘛 對啊 我以為只有到我這種年齡 才許身體健康 你們也在許身體健康 有 小南哥講了第一個願望 希望身邊人都會身體健康 對啊 小南不一樣 小南已經過了那種 不是 年輕人 因為我身體健康 就沒辦法交男女朋友 也沒辦法工作 可是你如果十七八歲的人 會這樣講嗎 會 會 真的會 會 一定會 因為你過生日的時候 很多人在嘛 你第一個願望一定是 謝謝大家 希望 我第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大家 大家平安 身體健康 或講場面話 真的 真的耶 所以第一個願望一定就這個 第二個願望可能是 我希望我工作順利 然後第三個交男女朋友 交男女朋友 對不對 這樣那個誰誰誰 趕快喜歡我 但是我跟妳講 不管妳奮鬥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成就或沒成就 妳到這個年齡 妳一定是身體要健康 對啊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不用看啊 就簡單就過關了 身體健康 好 謝謝 謝謝 老師 其實很開心耶 對啊 好難喔 真的身體健康嗎 對啊 很特別 乾杯啦... 這個不用節奏的啦 這個不用再講就節奏 一定身體健康嘛 這麼簡單的題目 還大家要來講嗎 好 老師好開心 網路溫度計調查 第一名就是大家 最希望的身體健康 但是要是沒有身體健康 無福銷售 再多的願望都百搭的嘛 只要身體健康做基礎 才有實現願望的可能 享受的機會 第二名是潛溫生子 第二名最多的 第三名呢 還有世界盒子 世界盒子 怎麼那麼好念啊 這選美嗎 這選美嗎 他要講什麼 因為是被朋友逼破的 講什麼 對... 第四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古代清朝關帽頂端 都有一顆珠子來分辨關階 請問在清朝的一品關 帽子上會疊上什麼種類的珠子呢 一品關要上面是珊瑚呢 還是紅寶石或是帶帽 即使開始 一品很大 一品很大 那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貴 哪一個比較貴 如果一品的話應該是 我問你吧 我有沒有過關帶帽嗎 好可怕 哪一個比較... 帶帽吧 我們不能用現在來評論 對啊 一個時期 一個時期的東西 我很怕那個帶帽 是不是陷阱會不會 那你覺得呢 紅寶石嗎 那我覺得應該不是那麼膚淺 紅寶石的感覺 對啊 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紅寶石最貴啦 可是當時是不是紅寶石 應該看當時哪一個亮寶石 但是我在補妝劇 沒有看過什麼紅寶石耶 我覺得應該 我看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應該是 帶帽吧 像珍珠類似的東西吧 應該是帶帽 因為一珠珊瑚 放在上面也有點怪 有點娘的對不對 對啊 帶帽好看 珊瑚珠 帶帽 你要哪一個 帶帽是不是 帶帽 不變喔 他想的意思說帶帽可能是 還要繼續往上伸 對... 還可以伸 我們選帶帽兩萬 為什麼要選帶帽 因為最近有喝一個 戴帽珍珠奶茶帽 從古代穿到現在 對 可能那種它有象徵的意義吧 比如說戴帽是不是 要一直加官進訣 對 有帽子可以戴 而且你是戴帽要戴上去 對 一承一承戴 對 而且戴帽是不是有像 它是像烏龜的 對啊 長壽的戴帽 長壽 對 那紅寶石 是比較西洋的吧 對 紅寶石 我記得我看以前的 那古代片都沒有戴紅寶石 沒有看過 你看好像比較少 他們的官都是一些動物 應該會比較以動物為主啦 對 那這三個看起來也是戴帽 戴帽是不是動物 也是動物 因為有那個看你的極品官 就看你的 有分文武嘛 王爺是龍嘛 龍 對 然後武官可能就是虎啊 豹啊 豹啊 熊 然後文官可能就賀 然後或者是字雞 或者是什麼 什麼蟑螂啊 不是啦 蟑螂啊 蟑螂 蟑螂 那個是鞋架 那是鞋架 喂 來 你剪的是戴帽 你剛剛差多少錢啊 兩萬 來 請剪 戴帽 3 2 1 這紅寶石 怎麼會同寶石嗎 那不是西洋哥嗎 清朝官員戴的帽子 則叫做頂戴花靈 其帽子頂端都有一顆珠子 對啊 頂珠 裝飾越豪華 說明他的官就越大 按照清朝禮儀 一品官帽子 頂上頂珠為紅寶石 二品官為珊瑚 三品官為藍寶石 四品官為青金石 五品官用水金石鼎 六品用的是正菊 七品為素金 八品用英文樓花金 九品為陽文樓花金 就九品這番官是陽文樓花金 沒有頂珠的無官品 沒有官 只有帽子可以戴了 好 接下來李劍瑄 最後一張超好 加油 超選 超選 第四題 請出是三個答案選擇 一 美女的爸爸難搞 二 考試沒人能贏 三 地勢險要 請出題 三個超好 請問成語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最早使用來形容什麼呢 這成語最早形容是 美女的爸爸很難搞的 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你就只要有爸爸在你搞 就還搞得定 很難處理了 考試沒人能贏 只要我考試就沒有第一名了 只要我說第二 沒有人敢說第二 對 這個第四很險要 它可以擋千軍萬馬 對 這到底怎麼用的 計時開始 我覺得可能是三吧 是不是 第四險要吧 因為這好像是不是以前是三國的時候 然後打仗的時候 什麼黃宗還是什麼時候 他們說 好像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五五上將 對 五五上將 五五上將 只有五五上將 而且當官 感覺是一個 你知道拔手的一個陷阱 因為爸爸難搞的美女 這樣子很奇怪 當當官啊 什麼官啊 應該跟第四比較 我覺得應該是 第四險要 對 因為第四 它是等於說 它就像天兵神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可是他說最早都會是 八 七 那現在呢 第四啊 第四 公平不減喔 好 你要選第四 你講第四選要 這是A組所選的 B組 超高組請講 B組 第四選要 兩萬 好 請檢 第四選要 三 二 一 好厲害 一級當官 萬夫莫敵 源於淮南寺 描繪的是 軍事家心目中的 最理想作戰地形 最好是山勢又高又險 一個人把這關口 一萬個人都打不進來 形容這個 第四十分險要 易守難攻啊 對 以前屬地就是很難攻啊 對 有一個先天的優勢在啊 對 可是它魂南旁邊的條件 並沒有那麼好 不像中原那麼豐富嘛 對 對 來 第五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一 冰島 二 比例時 三 摩洛哥 請出題 請問哪一個國家 竟然有三種官方語言 就連國歌也不是人人都會唱的呢 他的意思是說 這三個國家哪一個國家是有三種語言 都是屬於國家的語言 大家都會 對啊 對 而且唱國歌不懂唱 對 來 開始 這是有點像那個新加坡的歌 是不是 新加坡 不好意思 冰 冰 我覺得可能這要逆向 要逆向去想 剛好是在什麼中間 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比例時是不是靈活很多啊 靈活 比例時應該 對 但是國歌不是人人都會 我覺得這個應該 比例時 國歌 應該很多人會吧 冰島是不是先剔除 真的嗎 我覺得 因為冰島的位置在很北端 就是比較單獨的地方 對 我覺得有可能是冰島 你選... 有 要哪一個 有插花 他們要插花 比例時 你選的是 冰島 A組選冰島 比例時 確定了 不要再改囉 B組插高組是怎樣 比例時 為什麼 為什麼選比例時 因為他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在普通的國家中間 然後可能德語 法語 英語這樣 都會有這樣 所以你選擇比例時 你們差兩萬對不對 兩萬 OK 謝謝 我的天啊 請解 比例時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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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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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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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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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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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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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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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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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 厲害 復興的光輝變得勤快 忙著挖洞作為御嬰房 對 所以我們都是在外景 所獲得的資訊和經驗 對 接下來B組有三十四萬 請就位 很多的喔 好 B組有三十四萬 我要是走八十一五十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我希望十一次嘛 對... 就十一次 第一題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汽油 二 醬油 三 茶 請出題 日本非常重視環保 請問日本人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寶特瓶 裝的是什麼呢 是汽油嗎 天啊 是醬油嗎 還是茶呢 計時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裝奇怪的東西 才會拿出來問 好難喔 茶太...太...太一般了 但他們很在乎健康啊 所以會不會是汽油 最不健康的是汽油 想要把它裝起來 他們使用的東西 他們怕塑化劑 那時候有塑化劑嗎 隔離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那時候研究不出來 那時候有研究到塑化劑 塑化劑最近的 這幾年大家才知道什麼說 我覺得應該是裝汽油啦 我們反著思考 對 我就好像是 為了要讓它不要接觸 就是可能不要就是 被人體接觸到 所以... 汽油... 汽油... 沒有 我們趕快現在不知道 三... 暫停...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日本人講究呢 你這個醬油一定是用鋼做 什麼 用鋼的對不對 或者包裝的時候 一定是用瓷器接觸 才保持原味嘛 醬油人家開始是用鋼醃製的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拿來裝醬油 對不對 對 那你茶的東西 也不可能用塑膠去裝嘛 他用茶包啊 一定很精美的嘛 對 所以汽油那種東西 可能比較適合你 因為不是他們要吃的 對 不是他們要吃的 所以他可以用塑膠類去裝 這樣推理就對了 對 對不對 完全是靠推理 來 好 我們是大家討論啦 不一定對的 好 來 菁姐 汽油 醬油... 醬油... 腳又乾的又吃的 我沒有左右他選 那是選好我們在討論的 對... 在我認為啦 因為你看 日本人講說吃了 不會去破壞那個食物的原汁油量 對 怎麼會用塑膠袋裝 1977年日本東京一間 極野工業所開始製造的寶特瓶 而他們最初並沒有打算 將寶特瓶拿來裝飲料 而是當時裝醬油的瓶子 方便醬油保存販售 因為它賣比較方便啦 不然一缸一缸怎麼賣 成本太貴又重 對 到了1982年 民國71年才開始裝飲料的 1983年72年 全日本才開始普遍 將飲料裝於寶特瓶 販售或飲用 在1985年就民國74年 也有酒商將酒放在寶特瓶 因為覺得它是很好的容器嘛 方便嘛 新啦 要不然你去那個傳統 你又不用用襯的 又不知道用什麼容器裝 又玻璃的又什麼的 對... 容易破又重 錢都沒有了 真是的 沒有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先來講新的作品 來介紹一下 是 這首歌叫做 那個誰是我最新的抒情單曲 然後在各大的數位平台 KKBOX My Music Apple Music 然後還有YouTube 都可以看到 完整的作品 李建軒 我們多多給他支持一下 謝謝 這邊也出了新書了 子儀 我的跟著音樂去旅行 在各大書店 伯克萊 還有成品都可以買得到喔 一起跟著我的音樂去旅行 來 謝謝 這邊要送你們的禮物 這個是 火力爽軟湯 還有這個 我們非常漂亮的 伊德爾順樂小烤箱 百夫長的旅行箱 以及哈拉影城的電影票 打開胃是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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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の прич事